这个死经症的治疗呢 这个还是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这需要这个专科的医生进行这种治疗 阳位啊 早歇啊 我们经常说肾虚 因为肾在五脏以后主生殖 我们就常说 把这个笼统的说 这个病是由于肾虚的原因 导致的 其实呢 这个远远超出这个肾的这个功能了 五脏六腑都令人可不毒于肺 反过来说 那就是说 生殖功能呢 跟你的五脏六腑 跟你的这个身体的发育 都有关系 不能完全则自于肾一样 其实呢 在这种死经症啊 少经症啊 我们中医方面呢 还是有很多的治疗的手段 比如说我们有温肾 温阳 补肾的办法 温不疲肾的办法 也就是滋水寒暮的办法 还有这种活血化淤 疏干健脾等等 这就需要我们的专业的大夫 专科的医师呢 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 进行对症的治疗 没有一方 对所有的患者都适用 也没有一个病 这个所有的这个 现有的方法呢 都是有效的 我们要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 进行具体的个体化的荣药 而且他还有各种的这种伴随的症状 我们所以说大夫看病的话 不能凭空想象 一般是望闻问切 四诊合餐 而且尤其要结合现代医学的一些检验 比如对精子的检验呀 对着他的生殖器的一些检测的一些方法 内服药还有一些外置的方法 比如说艾灸针刺呢 也可以帮助这个 这个精子的成活力 有提升的这种 这种有利的数据 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这个病还是总体来讲 还是可以治疗的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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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